郭的變化是滾動的 但是我覺得南白河是最不可能 三個湊在一起 什麼菲律陣營 催促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郭柯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 而柯文哲會如何 當然關乎到郭台銘動向 但是現階段對金曉道的人 我最後一個推論就是 寧願郭台銘現在撐住 只有郭台銘撐住 可以壓制一下柯文哲 才不會侯友余徹底被棄保 那至少先階段 先撒嘎嘟把扯個平吧 到最後因為國民黨畢竟有陸軍 畢竟加大業大 訴諸於政統 也許那個時候 再讓侯友余看能不能突圍 所以郭台銘現在是 有一點作用性的 那會如何 我認為郭董也不急著出牌 也許到九月份的時候 就會看得比較清楚